好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漫無雙》 我們繼續這個《吉祭命》 吉祭命 吉祭命 其實剛才說到 要說最重要的一節就是 到他們初期的摺子同好會 剛剛遇到意外 接著就在所有人被困隧道裏面 這裏也正正在說能力的討論 我們要繼續說能力的討論就是 清陰 其實他們知道他們是有能力的討論 但他們的討論是什麼呢 我們的身份是一個秘密 等於我們經常看起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們是中心情局的秘密討論 我可能是一個在埋伏的人 他是這類型的 剛剛有個拆經過 打劫 但如果你說以他的身份 他可能是FB人 我應該要抓他的 但他們說不行 我現在是中心情局的任務 我不可以揭露他的身份 這些事情有其他人會做的 唯有給他人包 因為清陰都說 等救援員去救這件事 他們的職責不是這件事 甚至他們有這個能力去做這件事 其實他們對於突發事情是很無助的 如果根據他們原本的指引辦事的時候 尤其是上頭沒有拿命 叫他們救人 實際上也沒有錯 有時候好像說 大老婆就生了 你不認識的話 就算你認識 但你可不可以亂做 有沒有同意 其實我有個分別 不是 現在說這件事就是一個能力的問題 假使你有能力去做到的事 譬如你是懂得牽牲的 那你會不會去做這件事 你要明白這件事 首先 他這件事裡面說的 不是再說你之後究竟有什麼道德 是說那個人在這個時候 我作為一個人 作為一個已經提升了的人 你應該說 證實人有些未必會這樣做 你見到前面有件事 是你能所及 可以做到的事 可以解決到的事 可以幫助到很多人的事 你會 你是不是因為一些很個人的因素 那些個人因素 可能不是會影響到什麼 而你會不做呢 或者他預計不到 為什麼他爆這個 他在吉祥明的身份 究竟有什麼不利 他未必想到這件事 因為其實 最後這件事就是 一初 不理清音的勸告 變身去拯救 被困住的 或者被壓住的人 這件事就是 其實 我的隱藏身份 對比這條人 誰更重要 我問他為什麼他內容有隱形功能 其實他不用現身都可以 他做些事 因為正常來說 除非吉祥明本身可以看到之後 其他人看不到 那你變身 你變身 沒有所謂的 但你變身就是人 那你就會見到一個很奇怪的情況 就是一個人飛起了 他掉出來 那你沒有違法到 你不可以暴露你的身份 沒有問題的 OK 但我不明白 那一集要現身去救人 其實 現身這一下 其實是去到很後期 你才會知道 初來為什麼要這樣做 但是你去到這個時候 你會覺得 他突然之間發神經 在救完人之後 甚至其實 其實他 視點裡 他是沒有救的人 基本上 因為真正救人的 其實是阿呂 他用了Caos的能力去救人 而操控Caos的就是 之前梅田先生那群的人 都會叫他們協助 去救人 因為 在阿呂的觀點裡 他其實已經知道 這個世界是有吉祭民的存在 但是他覺得 這個世界不應該靠吉祭民去保護 他的理念就是 人類的世界 是應該由人類自己去保護 就不是靠一些 不知哪裡來的英雄 甚至 如果再分界 先清楚一點 就是非人類的 其實變了吉祭民之後 那種人 究竟 還是不是classified 一種人類 二人姐那樣是對的 因為在中段裡 其實我們剛才還沒說 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阿三貓 其實阿呂 是一直很抗拒 三貓介入 他做的任何事 因為他覺得三貓 作為一個非人類 他也是一個超乎 常人的能力的東西 插手 其實他 我不知道 其實X是他寫的 理論上應該是阿呂寫的 就這樣看 我們的視點 他建立X 他就是不想 依靠 三貓 給他的 caos的能力 去令到人類隔身 而當然 其實他有矛盾 其實有少少矛盾 最終其實他有 某程度上 他有利用到 這個 caos的能力 去做一些他做不到的事 而所以才會衍生 就是梅田 這類人 就說 我現在有能力 我是被選擇的人 現在我是被選擇的人 即使我得到 689多 我是被選擇的人 我應該 在我執行我的義務 我應該是有相應的權力 我會拿回來的 權利和義務 我應該同時 我會擁有的 他的觀點已經是 我要為了某些東西 去付出我這種能力 那些什麼的人 我怎麼依靠你 那其實就合理 例如消防員去火場救人 你有能力去火場 穿入火場救人 但不好意思 我們的牆是在消防員救的 即是你外人 不要來救 不要搞亂 我不是在說這件事 例如你去火場救人 我進去火場救人 我可以不聽消防員指定 我喜歡救誰 救誰 就是鎖著牆 一樣我也是 即是那些吉祥民 他們做也沒有錯 我們又不是消防員 我們其實 這個問題就是 當有危險的時候 你永遠都只是一個 被救者的角色 有馬 你講的例子 可能有少許極點 不是說 他後面有 人家所有的一切 你都要衡量 因為其實 他裏面也有說 就是 其實你講初一件事 他下面有說到 衡量究竟 你應不應該去做這件事 即不是說 你什麼都不想 我覺得對 我就去做 前幾集教會來 你站在不同人的角度 你看完整件事 你這個人 你真的要提升得很厲害 你才可以做到這一點 你才知道 什麼是正確的 所以其實 在裏面你會覺得 阿初 是一個很出現的正確 因為他做什麼都是正確的 最後 就是這個問題就是 因為說 還有一件 救災其實有人救的 要不要出手救 其實 你站在他立場來說 人類社會有一個機制運作去救人 其實你們這些人對活出人 他那個情況有些特別的 情況就是說 現在 你的消防員未來 你棍在火場裡面 你有能力 你看到那個人 暈倒了 你現在有能力 可以拿開他 你是不是不拿 你是不是會說 神經病 我又不是消防員 大哥 有什麼事 我怎麼包 我等消防員來 我現在是一個被救者 我現在是說 我都在火場裡面 我都在一個代救者 但是我前面有一個人暈倒了 文力的多寡 不是叫你救他出火場 你可能抓他一把 過來一個沒煙的地方 或者大家去一個 稍為安全的地方 等待被救 因為這個是 為何 阿淚淚說 不靠吉祥明 就是全部事件中了 都不要靠他們 不是單一次那次事件 其實他的概念 其實他的完美世界 是不應該有些有能力的人 去做特殊的事 救人 如果是這樣救了人 那救人就會變成一個 所謂的英雄的存在 他就不想這件事發生 不是他有問題 即是說 你有醫生能力 可以做醫人 你有私房能力 可以救火 其實這些能力就是 他就說不要有能力 但問題好像是 救火救人 一定要有些專業的能力去做 不是 專業的能力 應該說 專業的能力 是人類達得到的東西 應該這樣說 你有這個能力 去做這件事 現在 我看到說 你代入角度裏面 如果你說 你前面有這麼多消防員 正在做事 你當然不要妨礙別人 但是 現在在災情裏面 未到 你是一個 現在休班的消防員 或者 我可能說 我受過這個訓練 或者我已經是一個 退休的消防員 我不再是消防員 但我消防員的技能 依然在 我是不是不應該要做這件事 你不會 你應該說 你是令到這件事 可以朝一個更加好的方向去出發 而 阿淚那裏 其實有買了一件事 說得對的 有一件事都要提到的 就是說 其實阿淚那時 其實是不了解究竟 葛澤民是什麽 他都不知道究竟 葛澤民是否存在 他都半順便 他就知道是有些人 有某些能力 可能因為他自己也有 葛澤民那本 那本六卜在裏 他知道有人有相同的能力 但是他不知道葛澤民究竟是什麽 你不可以依靠一群 X問號的人 亦都不知道他來不來 亦都沒有辦法聯絡到他們 嘩 不停 眼中整班都是神經病 你不可能依靠他們 正如就是 超人 嚇嚇怪獸來 然後都說 超人的街在哪 看這些片裏 那些所謂的逢衛女 經常都在這裏等的家 不是的 他們都在這裏出擊 蛇一隻怪獸 他們死的 哪一集死過 特殊片 應該不會死 他們是不會死的 他們隔壁經常爆發 不要理這件事 在這個個案 你不會去其他一個 你根本不認識的人 知識他們 其實他們解到極了 他們覺得他這樣想 究竟是不是這樣想 如果那個人不是人 他們會說 神經病 他來旅行 我過來什麼 我過來狩獵打素材 你管我那麽多 做什麽 尤其他人沒有 辣椎片 就回家 我只有三針 我只有三針時間打他 我打完我就走了 打不完的 我都走了 你不會去期待一個 當然那些片 那些片一定要期待 小朋友是需要英雄 他的套路是這樣的 但他這句話說的 是說 你有能力的時候 在你可以 首能足給的範圍 這個其實你如果說 就是蒙面超人 Oth 裡面 我野英斯 他的理念 其實是一個 如果你是一個 你身手能及的能力 你可以做到的事情 你是不是應該要做呢 就是一個人能力有限 但每個人抓住 大家的手能力 手就無限大了 我明白的 但問題實際是動畫做出來 簡單來說 其實我會概括 剛才所說的就是 大家是要路見不平 拔刀相続 就是這樣 你當然要考慮一下情況 如果有能力的話 要考慮一下情況 你見到有什麽 但這個先決條件 是你要準確地評估這件事 是朝那個方向發展 否則你就可能 會說一句就是幫倒忙 所以GAS是否有個系統分析 你應該做什麽 做什麽 就是情報統合 不然那些人亂幫 就是 這個情報統合就是 這個群體的理念 這個群體 不過真的描述很少 其實我覺得 如果加上這裏 其實會在這幾集說的 建構 GAS這件事 其實會更加強 其實會 但這件事 也有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 X的系統 是很完美才行 即是它不可以有任何 你知 現在很多題材 不是說 我弄了很強勁的AI 但偏偏就是 因為AI 某一件事出錯 而結果是胡蝶效應 到這件事 完全是以壞的方向發展 你說阿初那件事 其實因為 在隧道事件 是阿淚 出手救人 用Kaos的能力 而其他人 就好像 剛才大家所說 這是飛開的 因為你見不到Kaos 所以 阿初 先會去 即是 選擇 變身 去 出手 去說這件事 其實 他是不是在某程度掩蓋 這件事 其實 而什麼 而所謂的 失憶症解除 其實是同時解除 阿淚 的能力 因為其實 這真正是 阿初 一個超級神人 他想到的事情 就是 他知道 剛才 夜人者和有馬 都有提出的事情 突然間有些不一樣的東西 救了所有東西 我不知道什麼 這些東西 他突然間公佈了所有的東西 令這能力的東西 全部曝光 讓人知道這個世界是存在這件事 當然 之後怎樣去解除 我們之後再說 其實這個吉神人的宣傳計劃 不是 所以不是說 他的行動 究竟是一個 有意識 還是無意識 去做 他是以一個 不知多少 去偷看劇本 是的 這個人 他是凌駕於偷看劇本 這個人 你猜十部 他已經猜到之後 一百部 其實他真是這麼幸運 靠他的那個 劍步 涵步 就是說 阿初 你要當他的角色 他是神 他真是一個神 很難代入 你不需要代入他 你代他的角色 是清音 清音 清音 你要看到 你現在 你做什麼事 你現在 麻煩你 他想到的事情 就是 這種力量 要公開 當然 最終他做得對 當然 如果你在那個刺客檢驗裡面 會覺得這個人 真是 有沒有搞錯 之後才是三萬正 他會覺得 你是破壞了一個制度 你是破壞了一個 他認為是行之有效的制度 他不止破壞了自己 Genterman的制度 破壞了對面Cloud的制度 其實這件事很危險的 他公佈這件事 他用了這麼久 一直都是不公佈的形式 他可能總會有些原因 他突然間 他自己自把自為公佈了這件事 會不會導致什麼 的後果 其實他自己想不到 這個是最危險的 他公佈 你公佈 你公佈 假設 我公佈了之後 會不會有些 華人接觸這些Genterman 拿他的能力 或者殺害這些Genterman 令到自己有Genterman的能力 然後去做些不知道什麼 這就是美國漫畫中的 英雄證明法案 英雄要曝光自己的身份 還是隱性懷免做事 應該說 你本身說 這類所謂的秘密英雄 其實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沒有人管你 你只是行你所認為的正義 但是你的正義 是不是代表這個世界 普世價值的正義 不知道 所以你看到 無論Marvel和DC裡面 都有一些比較踩界的 Superhero在裡面 夜魔盒 夜魔盒都還沒算 其實 你很多事情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你們想怎樣 有些這樣就報仇 也不是正義 有些叫做 報仇的那些人 都是大奸大惡的 那你就幸運 對不對 這個是中間裡面 所謂的提狐味 在裡面 但是 吉塵命裡面 現在就是說 OK 我就不想要你們 這班這樣的 所謂的 而那些人知道 其實他們覺得 沒什麼 有吉塵命 原來這個都市傳說是真的 就好像美國 原來這個城市有超人 這樣 由初被人知道了真實身份之後 中間這一段裡面 其實也有很多人想採訪 究竟吉塵命是什麼 他們都想知道 究竟吉塵命是什麼 其實會不會你們覺得 會帶到一件事 就是說 當他們知道 有一個 類似超人者的存在 會不會說 任何事情 我不自己解決 靠吉塵命就可以了 而正正為什麼 阿雷要 知道之後 要正正主動去接觸 初這個角色 就是 他提出的條件就是 你們不要再做吉塵命 他覺得 你們的存在 是阻礙了人類的革身 不是 但是 他之前說能力要平衡分配 不是平衡分配 有能力的人 是做自己的 但是有些時候 好像外星人入侵 真的要做吉塵命力量 你叫他們 不用吉塵命力量 去打外星人 要做人類 可以接觸能力所及的 應該這樣說 阿雷那種叫 你不要再做吉塵命 是制度意義上的吉塵命 不是叫你不用這種力量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又覺得 他還不至於不用這種力量 因為他叫我 你不要再用吉塵命那一套 去做你現在 其實如果你不用吉塵命 你可以不叫吉塵命 你叫Superman 你叫Superman也可以 你叫Superman也可以 Rman也可以 都可以 沒有所謂 他覺得吉塵命這個制度有問題 阿雷覺得是有問題 你之前都說 他不熟悉吉塵命 又知道吉塵命的制度有問題 會不會互相矛盾 三貓是跟吉塵命的交易手 他知道吉塵命是一班 即是當局警察的問題 但問題是 你知道三貓是一個 已經變了吉塵命的存在 在他口中得知吉塵命 會不會有所歪規 應該這樣說 阿雷是由吉塵命的都市傳出 即是在那次初現身之後 即是說吉塵命所做的事情 存為存在 而他衡量就是吉塵命 過往所做過的事情 再去評估一下 他覺得吉塵命 會令人類有依賴性 會阻礙人類的革身 這件事其實我一直看的時候 我越來擔心的一件事 都說人類知道有一個超人的存在 有什麼麻煩就交給超人 不會自己努力 不會自己用自己能力去做 譬如說你剛才說 醫生要醫人的 醫什麼人 讓超人做這些事情 有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吉塵命是有制度 這些事與我們無關的事 我們不理會 平時救傷匪 這麼少他們不做 不如他們限制他們的活動生活 我們只是負責對付外星人 平時生活 有人類本身有制度 有walk out的 我們不會理會 這樣就不會令人類有期待 或者會這樣說 有馬剛才提到這件事 期待性就是 好了 我再遇到一次 又塌碎了 然後我就說 吉塵命為什麼不來救 這個不是依賴 對我來說 你們班人是做這件事 現在我有事 不是這個問題就是 壓初做錯 其實他們不用做這件事 這些是人來救 他們不用一出手救 你一出手救 第一次 第二三次都會找你救 所以我覺得 當時就是阿清 阿清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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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第一次公懷身份 之後二三四五七八次都會找你救 我們工作是打外星人 不是做救人的事情 本身人是work out system 會救人的 為什麼你去救 而這件事是什麼 因為你去到之後 阿清計 不是以一個吉塵命的身份去救人 他是以一個人 而他又可以變身 即是他有變身吉塵命的能力 並不是他因為他是吉塵命 但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他已經代表吉塵命傳底 不是吉塵命那班人 以外的人去看你這個直播的時候 所以為什麼跟著阿清計 阿清計行動就是怎樣去 這個吉塵命的宣傳計劃 即是他就是要把這件事表面化 他 即是他走這一步 你可以說 對的 有蠻紅 贏了那件事 就是他這一步 看似就是說 你打破了某些事情 而衍生了某些問題 但二 那句話 你做很多事情 其實都會影響到很多事情 但是 我都說一句 阿初是神來的 這個人 神是不會做錯事的 可以這樣衡量一個人的做法 有沒有問題 或者這樣說 阿初是已經想好之後的部署 他是看到這個部署 你在這個故事 你不要當他看 他真是想好了的部署 他覺得應該要這樣做 即是他已經預計到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這條路真是 我實在說 不問夠不清楚 真是白旗來的 不是的 但是我們 在我們普通觀眾 或者在青蔭眼光裏面 他現在做的事 就是他為自己的事 擺獲 沒錯 所以其實 他和保惡不得止 還要拉起其他 一場命下水 他在做的事 因為他叫做什麼 他那種叫做 是統合意 真是統合意 就是世界的意 我應該不要說神 他是世界的意志 他甚至是這個 叫世界的意志 受正力 OK 我當是死了 我真的不能夠不誇張 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是異常到不正常 老實說 如果梁公那些瘋子 對他來說 這些當然是小毛見大毛 即是故事裏面 叫他說 OK 你放他吉祥明信 其實阿湊是拒絕了 即是他覺得 我都不知道他算不算拒絕 其實那一刻我還未 我都未說他很gap到究竟阿湊 因為世界的 沒有辦法 你不是世界的意志 我不是世界的意志 解讀是有限的 總之是 發了一些 不是認同他的理論 沒有行動 當然你說 其實在中正的三貓 其實是搞了很多 破壞行動 破壞行動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嘴完人之後 就複製了那個人的外表 然後用那個人的外表 去做壞事 其實說到三貓 他是不是應該都說一說 他之前應該是 身為一個吉祥名的身份 沒有說過他是一個吉祥名 其實沒有很明確 但他又有那個筆記 始終他沒有很詳細說 這個究竟是吉祥名的專屬能力 還是外星人本身都有這種能力 其實你不知道 但他在後面自己也有什麼變身的畫面 我覺得他是吉祥名的身份 你當他是一個有力量的外星人 他類類都有筆記 但他有沒有變身 沒有 有筆記不得而可以變身 變身不一定有筆記 變身就是吉祥名 其實應該這麼說 本筆記不是三貓 本筆記是阿雷 他是用阿雷本筆記去變身 好像有點奇怪 有些前後慢 始終就是實際的關係 這裡沒有解釋 其實對這個故事來說 我都說我不買這件事 因為你是外星人 你外星人有些什麼 我鬼知道嗎 你喜歡突然之間照個六十日 看出來我都覺得OK 你外星人來 你贏了 其實三貓給了我 挺新鮮的 始終很少尖閣 他叫做有老型尖閣 不會經常拍足 他從人類內部煽動中最少 最大的破壞 三貓是小丑 Batman類的小丑 我覺得有些分別 他的類型 我不是說 你才是為惡 為惡而惡 他的類型 他是不需要理由 他不需要理由 甚至說 我引發這件壞事 或者令到你會想做壞事 不關我事 你自己想 我只是給你一個誘因 我沒有 你小丑那件事 他不停引誘人 好像典型的三部曲 裏面有說 兩隻船都差了炸彈 誰先按 誰是沒事的 不是我殺的 我給你們選擇 你可以不按 但是 他是引出了你自己前代的 那個惡的意識 你覺得 人人每個都是壞人 我不按的話 肯定有人按 為什麼我不先按 其實他也是做了類似的行為 不過 他的介入手段 當然是 他會變成其他人 然後 然後 煽動其他人 運入人群裏面 煽動他們 用最少的人力 去搞最大件事 很有腦的老闆 有不有腦 就不肯定 他至少是一個天然的壞蛋 天然天然 也很難說 可能他本身是這樣 你覺得 我們認識人的個性 而現身就是 阿象 知道了生貓這個存在之後 他就 管住 正義使者的使命 打到 生貓 最終就被他 結拜 是 懸敗 抽筋 甚至如果不是 小燕過來了 他應該是死了 當然 我也是說 其實這套東西裡面 每個人都立法 立得很厲害 我覺得 誰說死都是其他一件事 最後沒有人死 其實阿象 在說 有 有人死 當然我們不得不看一件事 其實這套東西裡 雖然吉祥明有五位 六位 但其實大家去到第五集裡 其實只是看到 青蔭和初 沒有變身 其實那些人全部沒有變身 你見OP OD 都好像沒有變身 這套東西是 不是的 其實好像是跟著進度的 如果那個 青蔭之後 之前變身的話 他的OP 有少少不同 是會轉的 會轉的 這件事 其實是說 正義朋友 這件事 跟著我們就說到阿象這個角色 阿象其實是一個很典型 我們舊式看到的所謂的英雄 就是要上班 上班族 平時的生活 那些 是一個美者 有少少要脫衣服 不是 他是一個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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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個 脫眼鏡的公務員 脫眼鏡 脫衣服 他覺得英雄 是有 使命的 還有就是 正義 是會戰勝邪惡 而 只要你站在正義方面 他又覺得邪惡是沒有辦法擊敗你 其實是有少少有意 這個世界其實是所謂的力強者性 即使你多正義也好 可能正義也會有 但感覺上他的性格 都很分得開 公事還公事 私事還私事 他不會將 他自己有的那種能力 當他工作失意的時候 用這種能力 這不是典型的正義 典型的正義 你覺得 你拿回 我們G-Chill最偉大的 能力越大 責任越大 他的責任就是 他都要自己去管束自己 而 在裡面 其實是 三貓 對他來說 邪惡的存在 所以他才出手 中間裡面 其實他沒有出過手 我意思是 譬如說他成為一個普通人 要上班 那時候 他不會為職 你看到他後面 上班人很撩倒 很失意 他不會運用一些能力 幫助自己的自圖 那些東西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很典型的正義 你的能力 不是叫你去回饋這個社會 不是讓你去個人私用 是的 他分得很開 所以不是說 然後你看到 他打輸了之後 其實他是很頹 因為被三貓擊破了 他一直以來 一貫的順利 正義是必勝 正義是必勝 正義是必勝的 他是理想中那位英雄的崗位 即是他覺得 他自己不是超人 即是他覺得 其實他發現 我自己 不是應該說 他意識不到這件事 當他還未戰敗之前 戰敗就是他覺得 其實我只是一個普通人 他戰敗之前 就是說 我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人 甚至乎 他上班 無論怎樣撩倒也好 我還有另一邊 可以藉由這個能力 去幫助社會 但直到他戰敗為之 他什麼都沒有了 戰敗之後 他變成一個典型的頹青 他什麼都沒有了 他經常都會說 沒有了 我還可以做到什麼 他覺得 對自己是一個 正義英雄的身份 而他對正義英雄的身份 他有一個堅持 正義是必勝的 當他輸了 他會覺得 我其實不是正義 我可以做什麼 即是變成這個世界的玩緣 他的人生已經玩緣了 而這件事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就是因為 在最後 鄭作的那一話裡 正義勉禮的說話 其實他不是困在爐裡 即是 講的是 鄭其實一直給自己的某一些信念 困在自己 其實你應該是 你能力越大 你可以去護這個責任 即是 即使你不是這個世界最強 但其實你是有這種能力 你是在這個世界可以做到的 去幫助這個社會 而他的青銀說話 就是因為 至少 你有過我 至少你在我心目中 你是一個英雄 至少你在你的人生裏面 即是 我不知道他之前做過什麼 因為 其實在我們的事件裏面 沒有做過的事 而在青銀的回憶裏面 他真的有過我 青銀一次 正正就是他影響了他 就是 青銀對他來說 其實 是一個英雄的傳承 你影響了一個小朋友 令到他 受到你正義的信念感染 而他立志去做一個英雄 成為一個正義的英雄 是的 即是 鼓勵一下鄭來講 你其實不是什麼都沒有做過 最少鼓勵我 而 其實 我 現在身為我 這個正義英雄的我 我現在走去幫助人 這已經是對社會的影響了 這集就到這裏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